什么 这是给精灵圣母献你的 这要糊弄了这小子 到时候 本座的脸不是全丢光了 嘿嘿 昆蓬老叔 跟小爷玩心机呢 这节教理还有不少妖图 到时候一传开 他们肯定说 看看这昆蓬现在混的 连个像样的宝物都拿不出手了 还好当时没跟他 本座的脸还要不要了 不行 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一念如此 昆蓬只能尴尬地从怀里收回大手 侄儿 这样明天本座亲自带你 去一趟库房随你跳 大忌 老叔真低大忌 侄儿先谢过了 没想到还能随便挑 意外之喜啊 此地便是本座的最大宝库 走 进去瞧瞧 咦 你们不过来 见识见识 你们去吧 我和季蒙就在上面守着挺好 两个憨疲 你们老大开宝库 也不知道下来 顺其箭走 一进宝库便闪瞎了众人的双眼 紧接着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什么臭味 尼玛 宝库里咋那么臭呢 杂猫鸟 你这什么破地方 老娘在这多待一分钟都得被熏成臭鱼味 这味道熏得我都想变僵尸了 九凤姐姐 我们赶紧走 二位别走啊 来参观一下很多好宝贝的 杂猫鸟 你个死变态 好端端的宝库 弄成臭气熏天的 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 你们两个是不是找打 下面那么臭 居然不早说 九凤大屋 您别看臭 好东西还是有不少的 别说了 老娘这辈子都没去过这么臭的地方 老叔 你这里头究竟都是些啥玩意儿啊 怎么那么臭 臭嘛 老叔觉得挺香啊 走 随本座进去看看真正的好宝贝 记住只能拿一件哦 瞧把你小气的 你知儿我可是堂堂人族的王子殿下 那种拖鸡摸狗的事我能干吗 开玩笑 这种事情我不干谁干 这不顺手牵扬一下 对得起我自己吗 这就是本座新开辟的宝库 好东西多着呢 这叫宝库 这他们是一大型量海或基地吧 全他们是妖怪师身 难怪这么臭 靠 那是八爪 不错嘛 小子有点眼力净 正是八爪黑龙 不过被本座镇压了 若是他能净化成九爪 本座也不好对付呀 您就可敬地吹 排九爪 九爪你打得过的屁 天下唯有祖龙九爪 当小爷不懂行了 好 昆鹏老弟 姑就要那条黑龙了 人王老弟 有眼光 这黑龙尸身在我这宝库里 起码也能排得上前三的位置吗 那不可就不客气了 父王 你体内可是凤凰真血 为啥挑这黑龙啊 八爪黑龙镇殿 怎么样 拉不拉风 霸不霸气 黑龙镇殿 人王老弟 这是什么意思 嗨 妖王老弟 就是把八爪黑龙 将在姑王座后的柱子上 是不是很拉风 昏君啊 昏君 果然交涉淫逸 你最行 小爷服了 八爪级别的黑龙 你就拿去给镇殿了 我特么这是造的什么孽啊 这么好的东西 给了个不识货的人 抱歉天物啊 这两父子是真没一个好东西 小的爱忽悠 这老子更混账